吃糖的危害比抽烟大 抽烟让你少活十年 吃糖让你少活二十年 二十世纪戒烟 二十一世纪戒糖 这是真的吗 如果一个月不吃糖 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 一位国外小伙和他的朋友 发起了这项实验 他将连续一个月内 不摄入任何糖分的食物 来观察自己身体的变化 但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却没那么简单 因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糖无处不在 几乎市面上所有的饮料都含有糖分 大部分食物都含有糖的添加剂 随便一喝酸奶就有七块糖 要想借糖 只能喝水吃水果 可蔬菜中含有少量糖分的食物 第一周无糖的生活 让小哥感觉浑身不舒服 总觉得饿 情绪也不稳定 让他觉得十分难受 大脑对糖分的渴望十分强烈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是因为糖分会促进大脑分泌多巴胺 而多巴胺则会让人产生开心愉悦 久而久之 根体会对糖产生依赖和上瘾 没有糖的生活宛如人间地狱 每一次逛超市 想买点合适的吃的 却发现唯独只有水他蒙吃 他的心里好像有几万只蚂蚁在叫嚣 我想吃糖 但熬到了第二周 他的身体发生了一些变化 他瘦了4.5公斤 血压下降 胆固醇也下降了8% 整个人也变得更加有精神活力 这让他自信了起来 他迫切地想知道 在借糖一个月身体会发生什么变化 到了第三周 他的身体却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 他发现 他已经完全适应了无糖的生活 出去看电影 也自带矿泉水 每天吃得都很健康 一个月后实验结束 小伙在没有任何运动的情况下 瘦了将近十斤 血压降低 血糖也降了下不少 皮肤也变好了许多 看来 借糖一个月 给这位小伙带来的好处太多 糖的确不是一个好东西 它虽然能够给我们的身体提供能量 可一旦摄入量过多 就会严重破坏我们的身体 那么糖分摄入过多的弊端 都有哪些 很多人只知道 喝酒会产生脂肪肝 却不知道吃糖也会产生脂肪肝 当糖分摄入过量 代谢速率跟不上时 就会导致大量脂肪在肝脏的堆积 从而形成非酒精性脂肪肝 过量的糖分会加重胰岛负担 从而造成它分泌胰岛素的能力下降 血液的含糖量增加 糖尿病变形成了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 成年人吃糖尽量少于25克 差不多等于 只能喝200毫升含糖的可 而且吃糖太多 不仅易胖 还容易引发衰老 蛀牙 长得高血压 心血管疾病 所以说合理控糖 身体才能更加健康 快手拥抱每一种生活